一个小时 慢慢地就一直成长成长 增长到了开发 结果 人生的历程也是这样的 我叫做李茂盛 我是1992年 94年来这里了 到现在已经26年了 我今年已经81岁了 我输到了94年 实在做不下去了 在台湾真的做不下去了 因为成本太高了 而且都亏本 所以我们当时整个 公司的决定回到大陆来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公司当时 做了一个最好的决定 我到东南国家去了两趟 也回到大陆来一两趟 结果我发现 到大陆来投资 遇到东南国家 最主要的是什么 讲话讲得通 文字看得懂 如果我到东南国家去 真的会遇到比较大的不方便 上海是一个 从以前就很有名的大都市 它不只是中国最大的都市 在全世界上 也非常的有名 我们不可能永远地做手套 也会往北京的地方去发展的 本来我们在大陆还有一点担心 不过等到实际他上了大陆以后 跟我们所想象大陆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来大陆以后我发现挺亲切 我们刚来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困难 尤其是技术方面的困难 就是这里对于 异化器管道的 这个安全的要求标准 比我们台湾还高 给我们介绍了 这里挺好的技术员工 来协助我们 来了以后 一天就解决了 用X光照射 也都合格了 让我们第一次感到很温暖 无形中的努力 慢慢地让我们的手套公司 竟然变成品质 是世界最好的手套公司之一 总结的来讲 我们是觉得如果没有回到大陆来 我们的手套要进步这么大 是很难的 因为整个的环境 给我们的配合相当的好 我们觉得我们非常地高兴 也很庆幸回到大陆来投资了 我现在算是退休了 到现在我个人觉得 我在这里生活的很舒服 我觉得我要继续在上海 过我的老年生活 我觉得我对树木特别的爱好 也有一点点认知 这个到处都在做美丽乡村 我们也愿意奉献出来 谁是我们的美丽乡村的发展 我相信大家都这样做的话 有一天我们整个我们大陆 因为到处都非常的漂亮 我到今天都觉得 我还想利用我的圣语家族 做一点点有帮忙的事情 我们就提供了我们 这里面所有小朋友的奖学金 既然到这里来了 我们愿意跟这里一起来发展 这个是我现在的理想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